我太爱我的老婆了 所以我就强奸了她 你是涉嫌强 强奸强奸何人 强奸我自己的妻子 是的你没有听错 她也没有说错 此话一出直接应控审讯民警两年半 就连罗翔老师都发出致命提问 观天化人 脸带反真人贫面区 强奸性侵 已婚女子小燕 小燕发现 李氏居然是自己34岁的丈夫 构成强奸队吗 而小伙之所以如此自律 竟只是因为自己醋意大发 没省想最后喜提白眼手镯一对 还让她一臭 不是一笑万年 事情发生在2013年的泉州 小少和小燕是在某茶夜场工作的小夫妻 厂里宿舍就是他们的家 12月18日是夫妻俩的宫休日 小少一大早就出门办事 小燕则买完菜后就一直待在宿舍中 在上午9点半左右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小燕的动作 她寻思是老公回来了 但她开门看到的一幕 把她吓得差点把尿不湿都给尿湿了 那是一个头戴人皮面具的细口 她二话不说就把刀抵在了小燕的胸前 小燕第一反应就是劫菜 所以就把身上剩下的35元巨款都给了她 但面具男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随即就把小燕双手捆绑 小燕心想保命要紧全程都没有反抗 在忍受了大概两分半的屈辱后 面具人慌忙离开了现场 这时小燕回过神 慌忙给丈夫打了电话 但男人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消失 小燕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小少 所以她向厂里的保卫科进行了投诉 而保安们哪见过这场面 他们觉得面具男光天化日都敢如此 那到了晚上不得翻了天 所以就立马帮小燕报了警 很快民警就到了案发现场 看着被吓得两腿发软的小燕 民警就知道了这个事情并不简单 但小燕因为爱意面子 始终只承认被劫裁的事实 直到警察走后小燕拨通了丈夫的电话 小少这在匆忙赶回了宿舍中 当看到丈夫的那一眼 小燕委屈的情绪全部升上心头 他抱着小少姑的梨花待遇 并且他们决定把这件事告诉警方 但警方感到意外的是 在小燕诉说案情经过的时候 小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愤怒的表情 反而一副视不观己的样子 甚至在她的嘴边有一抹诡异的微笑 而根据小燕的描述 那人大概一米七左右 身材偏瘟宛如气狗 而且那人在作案过程中 虽然一直戴着面具 但一直警告小燕不要看他 否则就会给他一个大笔刀 警方因此判断 这个面具男应该是小燕的熟人 紧接着警方的惊鸿一撇 发现小燕描述的嫌疑人特征 竟然和她的老公如出一辙 但这种奇葩是警方从来没有遇到过 所以也没有放在心上 紧接着民警就按照正常流程办案 因为案发时间人员流动很少 所以当时进出宿舍的只有五十多人 民警从这些人入手调查 但无一例外全部被排除 然而正当民警打算换一条办案思路时 小少却突然出现在了监控中 并且小少完全有充足的作案时间 而当警方对其询问时 小少知之又吴吴含含又不乎 只是说自己是在楼里和老板娘打电话 她害怕小燕起疑心 所以才一直躲在楼梯间 但民警可不会被她的知言骗语骗了 很快就查询了她的通话记录 发现她那天只跟小燕通了电话 一切都证明她在说话 同时民警又想起了之前小少的异常举动 她在警察的调查过程中 一直表现出的都是事不关己的态度 甚至在公安局办公室她都要自己泡茶喝 这就说明小少身上的疑点很大 把她排除在嫌疑人之外是不可取的 但要想证明嫌疑人就是小少 就必须要拿到小少作案的证据 这时小燕给出了一条很重要的线索 那就是在面具男作案期间 还从兜里拿出了一个宝宝隔屁的 因此警方打算从这里着手 对附近的小卖部和超市进行排查 功夫不负有心人 民警发现小少却是出现在了一家超市中 并且购买的正式作案工具 一切都准备就绪 警方随即就对小少进行了传唤 在即将对小少询问之前 民警特意留了一个戏眼 就是直接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是说问他说是不是你做的 他当时就在那边弄了一副 后来就自己讲 果不其然 小少就是在做罪心绪 他看着警察严肃又胸有成竹的表情 小少最终还是自己招了 你是涉嫌抢 抢监何人 抢监我自己的妻子 虽然负责审问的民警 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听到小少亲口承认的那一刻 还是被硬控在了审讯室俩小时 原来小少在事发那天早上出门 根本就没有事 她当天一直在尾随跟踪她的妻子 并在附近的超市购买了 作案用的所有工具 之后小燕回到家没多久 她就已经回到了厂子中的厕所 换上了新衣服 戴上了人皮面具 只是小少也没想到 小燕第一反应竟是掏钱包保密 但小少害怕被妻子认出 所以全程没有说几句话 办完是拿走所有政务后 匆匆离开了现场 因此当时小少根本就不可能接小燕的电话 直到她认为实际一道 才又与妻子取得了联系回了家中 因为这一切都是她做的 所以她打心底里就没有感到意外 但不得不说她的演技也太差了 过程中可以说是漏洞百出 后来她在公安局与办案民警的一个申请对视 就吓得她屁股尿流 回到家后就把作案工具全部焚烧 但她还是逃不过民警的发言 最后被攻破了心理防线 说出了事实真相 而当小燕知道凶手是自己老公式 第一反应就是难以置信 在场的所有人都想不明白 小少明明可以合法的体验健身项目 为啥要逼自己走违法犯罪的路呢 莫非是夫妻俩有什么特殊癖好呢 其实不然 背后的原因还得从小少自己的疑心病说起 他们两人是贵州人 已经是结婚五年的老妇老妻 2013年时他们一起到泉州打工 但因为平时的生活压力较大 两人平时没少因为小矛盾吵架 不过夫妻俩毕竟有感情基础 小吵小闹影响不了什么 但突然有一天 小少发现小燕迷上了网络聊天 和其他男人聊得火热 甚至还曾出去约会见面 虽然说妻子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但小少还是下定决心给妻子一个教训 于是就精心策划出了一个计划 就是假扮陌生人对妻子吓声 好让妻子长记性离网上的男人远一些 但就是他这样炸裂三观的做法 不仅让妻子的内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还害自己吃上了免费的老饭 那么回到一开始的那个问题 小少这样的行为到底够不构成犯罪 而根据专业律师的说法 小少这样的做法确实伤害了小燕 但更多的是夫妻两人的闹剧 但就是他们这种的闹剧给民警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而小少究竟会落得怎样的惩罚 还要当地法院根据情况量刑 如果能够取得小燕的谅解 小少将会从关处理 而小少在看守所的几日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希望妻子能够原谅她这一次 而小燕也一直在找会发生这件事情的原因 据小燕所说 小少从小就出生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 性格内向缺乏安全感 遇到事情总会胡思乱想 这才酿成了他们夫妻俩之间的闹剧 后来在民警的安排之下 两人在看守所中碰面了 在两人的交谈之下 小燕还是选择原谅她 虽然小少的做法给她的内心造成很大的伤害 但他们背后是一个家庭 为了他们的孩子 也为了这个家的完整 小燕还是希望公安局能网开一面 让小少能够早日回家 但即便如此 小少还是要等待公安机关的出路 相信经过这次闹剧的小少 在以后也会对妻子多一份感激 夫妻之间本身就应该相互信任 有什么事情更要坦诚相待 否则伤了双方感情是小事 对社会治安造成影响就得不偿失了